弟兄姐妹平安 我是流头牧师 今天我们所处的世代 是一个充满危机的世代 不但疫情没完没了 物价继续不断地在上涨 每天的生活中 也充满层出不穷的压力 当我们面对这些环境上的冲击时 常常会有一种困惑 那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神 容许这些危机临到在我们身上 在事实上 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中说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既然是万事 就表明不但是那些我们以为好的事情 就连那些我们不明白的事情 也都能够带给我们益处 那你说危机能够带给我们什么益处呢 首先 危机能够使我们真实地去面对自己 投资专家巴菲特曾经说 只有在退潮的时候 才知道谁正在裸泳 的确 当脏潮的时候 大家都在忙着游泳 只有在水退的时候 才会发现自己的软弱与不足 就好像彼得一样 在主耶稣还没有被捉拿以前 他以为自己永远不会跌倒 后来是当他在人前三次不认主之后 他才明白原来自己是这样的软弱 所以当你在面对危机的时候 要求神给你一个宽广的心 来坦然地面对自己 唯有一个认识自己 并且接纳自己的人 才能在生命过程当中 不断地成熟长大 第二 危机能够使我们学习来依靠神 当环境顺利的时候 我们并不觉得我们需要神 因为日用的饮食 都会自然而然地得到 只有当危机发生的时候 连下一步你都不知道该怎么走 你才发现没有办法再依靠自己 你才会开始学习去依靠神 就像彼得一样 当他在加利利海上行走 看见风浪 心中恐惧开始下沉到海里的时候 他才懂得大声呼求说 主啊救我 也就是那一瞬间 他经历到神大难地拯救 危机能够眺望我们的信心 使我们紧紧地来抓住神 第三 危机能够激发我们生命中的潜能 其实每一个人天生都很大的潜能 有时候当你遇到难处的时候 你怎么想都觉得自己不可能度过 可随着时间过去 回头一看 原来你还是走过来 可见你永远是比你自己所想象的更有耐力 危机能够激发你生命中的潜能 并且提升你生命的动力 所以危机是对我们有益处的 每当危机来临的时候 不要埋怨 反而要抓住在危机当中的机会 就必然能够经历神赐下突破的恩典 愿上帝祝福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